马上全进这家全新开幕的粤菜餐厅 请来了三位经验丰富的顶尖香港大厨联手 经典的干炒牛盒 盒粉是每天现做的 薄透Q弹吸附了特调的酱汁 还有招牌的虾饺 包进了台湾贵竹笋跟饱满的鲜虾 另外就是在传统烧卖上夹进了小鲍鱼 内馅跟碎肉都是一刀一刀手工切碎 吃起来特别有口感 一整颗酱油色泽小鲍鱼叠在烧麦上 有别于一般港点完全纯手工 里头的碎绞肉肥油香菇等内馅 师傅坚持一刀一刀切粒再摔打 扎实包覆在里头 尝上一口就能感受到碎肉的细微肉汁 吃起来弹性十足特别有口感 用原来这些小鲍鱼 然后再用老鸡 金马佛腿 猪肉来去炖汤 我们就炖大概八个小时左右吧 小用那个机器 通常比如说我们销麦都是用手切猪肉 虾脚也是 鸭皮包入个头肥大的鲜虾 师傅快手折出十三折 打造饱满浑原的外形 内馅加入台湾贵竹笋 入口能感受到香脆清爽 如此废公扎实出自有三十年港点经验的点心主厨李万琪 就是成粉跟太白粉那个比例要改一改 我们通常现在用的差不多一百二十道热水烫下去才可以做QQ的感觉 真心觉得就是虾脚是很不错嘛 就是很基本的一道代表作 7哥制作点心讲究细心分工才能做出 迈向精致口味道地的点心 盒粉在锅里翻炒逐渐染成酱油色 干炒牛盒也是经典粤菜纯手工制作 自己拉的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 所以你看起来是特别的晶莹剔透 从制作盒粉到调味通通讲究 行政总主厨许春孝孝哥来自香港多次获得米其林荣誉的月彩餐厅 好手艺让光滑细嫩的河粉尝起来嫩却富有咬劲 搭配牛肉姜蒜香气十足 尝到传统老派月菜的迷人风味 招牌烧鹅叉烧双拼以独家特调这样子研制 再淋上麦芽糖反复烧到焦香脆口 一口咬下叉烧肉和肉汁在肌里蔓延 纯脂柳香 台湾的温体猪就是用它最好拌肥瘦的部分 没有那里 因为它那里的脂肪分配比较均匀 所以吃起来就会比较有口感 香脆的脆皮配上香嫩烧鹅 每尝一口都能感受到外脆内嫩的风嫩口感 配上酱汁更添层次 绝对是必点菜色 我们烧鹅首先把一些腌料酿进去烧鹅里面 还有就是要腌它一个晚上上皮 再吹干它一个晚上第二天再烧 因为它的皮要够干 我们烧起来才会皮非常的脆 烧鹅烧鸭类它上面都有铺一个那个橙皮酱 然后我觉得那个酸甜口感就可以去掉 本身鹅肉或者是鸭肉 皮下面那层厚厚脂肪的油腻感 被誉为是养颜美容的炖汤 花椒杏脂白肺汤 一大块花椒已处理到干净无腥味的猪肺 包煮三小时清润鲜美 白肺是挺难处理的 所以我们一早上一回来就用憋水 最少也可能要憋两三个小时才能用出来 可能一个白肺只能做到时钟 在这里每道粤菜重视手工 求鲜 求云味 重火猴 保留传统粤菜精髓 挑豆淘克 挑剔的味蕾 它们就是很真材实料 然后就是真的很像我们去香港澳门 还不错的餐厅吃到的口味 比较正宏 但这家饮茶店我觉得算是中价味 然后环境优美之外 你吃到它的点心是很精致的口感 餐厅装潢以传统东方风 结合现代元素 营造出武林年代的东方贵族气息 从视觉 味觉 触觉 全方位呈现正头道地的夜菜饗宴 请继续欢迎从大台北报道